很多人吃火龍鍋都把粉餅蒸走 這是錯誤的 它還有些綠化性色 裹皮塗裂乾淨後放火 裹出粉嫩的顏色 放出皮皮 加了4克白糖 30克白料粉攪拌融化 再放入火肉 倒入冬季的放涼就想過動了 這樣做的火龍鍋 火龍不止很生 營養價值還不錯